一星期一本书 为我们点个赞看 前段时间 六岁的男性女孩 喵喵火了 她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 发布了近20首 谈唱视频 结果收获了许多 海外网友的喜爱 其中最火爆的一个视频 吸引了超过500万网友的围观 超过30万网友点赞 在没点开视频前 你一定想象不到 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会唱得这么好听 乃声乃气的嗓音 仿佛自带魔力 让人一听到 就不自觉微笑 内心瞬间平静下来 都说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但音乐和情感 却能跨越国界 有人被征服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可爱有天赋的孩子 也有人被打动 我听不懂歌词 但他的声音触动了我的心窝 甚至有一些音乐人组起 网络乐队为他伴奏 给予鼓励 你只管优秀 世界给你伴奏 然而 喵喵的父母 面对女儿的意外走红 却异常淡定 他们果断地拒绝了多平台的邀约 坦言 音乐只是一项技能 以后是否要走音乐这条道路 还要看孩子自己的选择 相比早早就让自家孩子 当同模同星 出去赚钱的部分家长来说 喵喵父母的这段话 真是清醒又通透 有时候 我们不得不承认 那些优秀的孩子背后 真的离不开有格局的父母 翻看喵喵之前的视频 你会发现六岁的他 已经会玩古典吉他 钢琴 架子鼓等六种乐器了 一个人就能撑起一支乐队 不仅理论知识讲得头头是道 他拨弦的基本功 也是非常扎实 爬音阶的手速快到惊人 很多人羡慕小姑娘的天赋 但在父母看来 自己的女儿 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 说不上天赋多好 全靠坚持训练 在喵喵两岁半的时候 父母带着他驾车外出游玩 车上放着音乐 不料 喵喵听着音乐就跟着哼唱 音准还特别好 喵喵的妈妈忽然意识到 音乐或许能成为孩子 未来的一个选择 这才跟孩子爸爸商量 让他系统地学起来 然而 天赋兴趣 只是一块垫脚石 真正让孩子走得更远 更稳的 还是父母对孩子的规划和影响 从三岁半起 喵喵就开始练习吉他 从下午放学 一直练到晚上九点半 从未中断 年初宅家三个月的时间 喵喵每天练习吉他 达到六小时以上 早已超过很多 爱好者终生的练习量 三年 一千多天 这些经历和历程 都变成孩子手上厚厚的老简 和所有小孩一样 喵喵也很贪玩 每到这时 孩子爸爸就会想着反的 疏解女儿的为难情绪 慢慢将这种被动练习 转化成了女儿的主动兴趣 当其他父母止步于 把孩子送到兴趣班时 喵喵的爸爸早就做到了 言传身教 孩子练琴的时候 他都在旁边陪着 练几个小时 他就陪几个小时 所有孩子吃的苦 他都知道 其实 孩子就像一张白纸 父母给出什么颜色 孩子就绘画出什么样的画卷 有远见的父母 会在孩子还没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之前 做好引路人的身份 而那些坚持的汗水 终将成为孩子的底气 累积成他向上攀爬的阶梯 支撑着他看到更远处的风景 人活着就会犯错 孩子也是如此 在孩子是非道德观念 还未完全形成之前 少不更事 总会惹是犯错 当孩子犯下错误时 父母有时候不忍心批评 或选择无事 这样只会让孩子肆无忌惮地 重复之前的错误 不变是非 最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 画面里 阳台上晾晒的衣服 都有斑驳的墨汁 一楼地面和楼的外墙上 也都被黑色墨汁溅染 相当难看 原来是楼上的孩子贪玩 将墨水直接从高楼上泼下 结果楼下住户全都遭了殃 本以为又是一个熊孩子 引发的闹剧 没想到父母事后的反应 却让人称赞 孩子妈妈立刻带着孩子 挨家挨户道歉 还将邻居家被祸害的衣物 全部拿回家 与闯祸的儿子一起手洗 洗不干净 就买新的陪给人家 孩子爸爸 找了专业人士清洗外墙 还让儿子 一直陪在太阳底下看着 大热天的 孩子晒得脸都通红了 孩子爸爸却一点没留情 虽然这活儿孩子干不了 但做家长的直言 必须让他认识到错误 和事情的严重性 不得不为这对父母的 教育理念鼓掌 他们身体力行地告诉孩子 犯错不可怕 为自己行为负责 积极改错的孩子 同样会得到原谅和尊重 想起卢梭有句名言 你知道用什么办法 一定可以让你的孩子 成为不幸的人吗 那就是对他百依百顺 是啊 你舍不得让孩子吃苦 这个世界就会让他更苦 给孩子讲再多道理 都不如他亲自去历练 去尝试 去体会犯错改正的心境 去思考该何去何从 前几天 和许久未见的朋友闲聊 不知怎么说到了他家的孩子 他说 自家孩子从小就很听话 又好学 在幼儿园的时候 也经常被老师们夸奖 可以说是被大家捧着长大的 但是去了小学后 这些就变了 有天 他看到孩子 瘪着嘴回来说 不想去上学 问了很久才知道 孩子想当班干部 可班上同学 只投给他两票 孩子大受打击 很长时间都是一副 闷闷不乐的样子 这让朋友很头疼 虽然孩子有上进心是好事 但如果演变成了玻璃心 输不起 小事尚且无法承受 以后怎么面对 人生更大的风浪呢 生活中 处处都有竞争 而有竞争就有输赢 我们无法让孩子避免失败 但在人生的每一次比赛中 让孩子品尝挫折的滋味 让他知道 输得起比赢更重要 这同样也是一种爱 不被允许落后 对失败之痛 没有切身体会的孩子 遇到挫折 只会满腹压力 手足无措 只有经历过 被打趴在地上的痛 不甘心的煎熬 遇到更大困难时 才能以我不服的姿态 强势逆袭 就像刘振云 在他的书中写的那样 生活本没有输赢 但如果你一旦有了胜负心 那就便是输家 赢未必可喜 输未必可悲 对孩子来说 胜负并不重要 跌倒了站起来的姿态 才最重要 知乎上有个提问 先苦后甜 和先甜后苦的人生 你选哪个 其中有个回答是这么说的 前半生不曾努力过 后半生只能在痛苦中挣扎 回手一看 前半生的庸碌无为 并不甜 反而酸涩无比 这道理放在孩子身上 同样适用 很多父母说 我们竭尽全力 为孩子创造良好条件 就是为了让他少受一点苦 但我们不能总踢孩子打伞 也不能踢开所有的绊脚石 有的苦必须亲自吃 有的累始终逃不掉 有远见的父母 懂得逼孩子一把 即使不忍心 也要袖手旁观 即使不被理解 也要在背后推一把 因为他们知道 每一次挫折 都是一种成长 每经历一次打击 就会更成熟 而待到孩子羽衣丰满 搏击长空时 时间最终会证明 所有的苦都不苦 所有的甜 才是甜 这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听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今天就是这样 文倩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前江 祝你晚安 好吗 让小龙虾之后 我会是懂频繁的 建成 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